树木茂密,鸟语花香 杂草丛生的山脚下,一顶破旧不堪的木屋 屹立在格外耀眼,木屋的门前 零零散散对方者很多瓶瓶罐罐 废旧铁蟹和纸皮 木屋里住着个75岁独居女老人 她就是张老太 张太太年轻的时候命就非常苦 从小她的爸爸很爱喝酒,赌钱 经常把家里面数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要不是临近救急了张老太太 可能就活不到现在 后来自己的父亲由于喝酒过度就死亡了 张太太一个人去外面流浪了 以剪破烂为生 后来同村一个傻大哥看上了他 并且把他娶回家 原本以为张太太日子会好起来 可是没多久 那个傻大哥就因为车祸离世了 傻大哥的离世让村里面人就说起了流言蜚语 村里面人都觉得张太太是个不祥之人 先是磕死了自己的爸爸 现在又磕死了自己的老公 所以张太太在村里很不受待见 傻大哥去世没多久 张太太就发现自己有了生育 他决定为了自己以后能有一个依靠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于是张太太一边打工一边养胎 由于打工地方的老板人非常好 在张太太快生的时候一直照顾着他 并且孩子出生后还给了张太太一笔钱 张太太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只好忙说谢谢 孩子出生后竟然是一对龙凤胎 这让张太太开心得不得了 孩子出生后 由于自己的身子骨比较弱 而且孩子太小没人照顾 张太太只好一边捡垃圾 一边照顾两个孩子 后来引起了同村人的同情 所以经常给张太太的孩子送衣服 送吃的 送用的 有的人甚至还把自己家腾出一间屋子 给张太他们三个住 让张太太觉得人间自有真情在 后来就一直捡垃圾尾声 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虽然张太太捡垃圾 剩不了多少钱 但也能够一家三口正常生活开销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 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大儿子非常有出息 很小的时候就跟邻居家小孩去外地打工 并且在外面混得有声有色 每年也都会给张太太挤钱回来 张太太的女儿也嫁给了隔壁村的 一家里面比较贫穷的人家 但是她女婿家人对她和张太太非常好 所以张太太也非常开心 几年后张太太的儿子结婚 娶了一个城里姑娘 可没想到自从儿子结婚后 就对张太太不问不问 甚至觉得她的母亲很脏 整天捡垃圾 而且过年的时候也不愿带自己的老婆回家 觉得这样会让她很丢人 张太太也不知道儿子为何会这样 对她儿子怨声载道 甚至经常会说 当初就不应该把她生下来 学院给她打了多好 也不知道现在把她媳妇养大 最后竟然不管我了 张太太也没有办法 每天还一如既往地捡垃圾 因为她还有个女儿 是她的依靠 上个星期的时候 张太太因为捡垃圾的时候 突然昏倒 被送到医院 医院跟她女儿说 张太太得了晚疾癌症 可能活泼一个月了 张太太听到这个消息 竟然没有很非常伤心 反而忘了下天空 觉得自己该解脱了 孩子也大了 自己也该走了 一个星期后 张太太就去世了 提示的时候 她那个不是人的儿子回来 在家里找了半天 就想找找看 能不能找点值钱的东西 带回去 而张太太的女儿 一心料理完后事 拿着自己父亲 和母亲的遗像回家了 当她女儿端起父亲的遗像时 却发现相框后面 夹着个旧存者 存值里有八万多块钱 都是她母亲多年来 捡破烂 舍不得吃喝 一点点存的 玉玛写在存泽的最后一页 原来张太太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碰那个影像 所以才把存泽放在里面 只是没来得及和女儿说 自己就去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